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呢 这个进AB也大大的增加了这个无伤的危险性 因为我们知道啊 这个无伤他只是算不被打 AB掉血是可以的 但是这次挑战我们将这个AB也进了 相信这次挑战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这个感受 今天挑战的玩家呢 依然是咱们国内的圆桌骑士顶级玩家 成都小呆 可能很多朋友看这个王子啊 看这个亚瑟王看腻歪了 也经常会有朋友留言说想看这个辅男 这个辅男 初始的这个伤害是很高的 但是到了中后期 在玩家等级升到一定等级之后啊 他的伤害要比亚瑟王要低 但是比王子比那个蓝斯多特金发帅哥的伤害要高 这个辅男这个角色是游戏当中唯一可以这个快速移动的角色啊 但是他这个跑动只能维持几秒钟 两秒钟啊 一秒钟 很多朋友玩过辅男 这个辅男是将所有的这个缺点于一身 攻击距离短 然后跳起来空中没有什么防空技能 因为他的这个跳攻击 是快落地的时候发出一个跳斩 所以说这个角色呢 没有什么防空技能 最让人头疼的就是他的攻击距离 因为他的这个板子范围很小 往往你在敌人身边发中刀的时候砍不到人 从事要没砍到人的同时会被敌人反杀 成都小单现在真的是把这款游戏玩到极致了 这个家伙现在是非常的厉害 漂亮啊 这个第二关的boss击杀的方式真的是行云流水一系合成 仿佛就是精心设计好的一样 速度很快啊 虽然说是剑A币加无伤 速度也是很快 来到了第三关 游戏里面的这些宝物主要有四种 红阵就是红球绿球 红杖绿杖 这个红球吃了之后会将敌人直接震死 同时敌人会变成这个分 变成宝箱 如果是绿震的话 绿球啊 会把把敌人直接震死 同时敌人会全部变成补给 这个补给的等级 根据敌人的等级来定 比如说一般的小兵会变成这个葡萄啊 变成橘子了 苹果了 如果是高级兵种的话 可能变成菜盘变成这个烧鸡都有可能 那么如果是绿杖的话 它的功能是让玩家满血升一级 如果是红杖的话是支持团队满血升一级 因为这个游戏最高可以支持三个人合作 红阵医师所有的人全部满血升一级 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是红队的词会 请不吝点赞 付出了 准备 这些游戏 一定会是红队的游戏 暂费的游戏 不过游戏 我会变成了一个游戏 没有绿色游戏 对 这些游戏 原来我们在游艺厅喜欢叫这个游戏石中剑 这个名字由何而来的呢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游戏的画面上 在刚开始的序幕上 画面展现的是一个武士 从石头里面拔出一把劲 石中剑的名字由此而来 其实小时候我们很多的游戏都不愿意去叫它的本名 也不是能说不愿意啊 说实话是不知道它的名字 所以说基本上都是形容个大概啊 圆桌这个游戏是我小时候最不喜欢玩的游戏 我小时候喜欢玩的这种拳脚游戏啊 就是视野们打架别拿东西 对不对 你拿个拿个刀拿个斧子的是吧 这个感觉打到人身上有点疼 所以说我小时候比较喜欢玩拳脚游戏 圆桌其实这个游戏我小时候很少玩啊 加起来玩的不到五次 但是不管怎样这个技术还是在的啊 打个EB通关是没有问题的 我知道有朋友不信啊 不信下次给你们打一个 哈哈哈哈 好的我们是这边聊的非常的热火超天啊 非常开心 小呆这边打的是很谨慎 我能感觉到他的一滴汗 从他的额头流下来 紧张啊 因为这是无伤 如果没有无伤的话应该会很轻松 加上了无伤 全程只要挨打一次 那么这个挑战就宣告失败 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能给我们的这个小呆加加油 鼓励鼓励 原则其实全部的流程一共有七关 第五关第六关第七关的难度比较高啊 相对于无伤来说 五六七的难度要更大一些 不过前面也要看一点运气 比如这个boss啊 他会格挡啊 在他倒地之后他会做一个起身 就是做一个弹跳的动作 就类似于 呃鲤鱼打挺的这种动作啊 他会强制的起跳 那么压制住他起跳的一瞬间 就可以无限的重劈 把他劈到死为止 游戏的第四关的流程非常的短啊 非常短 这关先是在营地里的战斗 然后会来到一个海边 蹲下 卡普空游戏里面 非常喜欢设计这种小 就是身材比较矮小 动作很灵活的敌人 虽然他们的这个伤害不高 但是他们的威胁性很强啊 他们并不是 就是给你造成重伤的敌人 但是他们绝对是 属于骚扰型的敌人啊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卡普空的游戏里面 有很多的这种 角色啊 你像这个名将里面的小胖 戴个眼镜小光头 很猥琐的 小胖子会吐火的那个 三国志里面的小忍者 很多游戏里面都有这种 角色啊 像恐龙快男眠的小猴子 很讨厌啊 我很讨厌这样的敌人 我宁愿去面对大敌人 就是这种大众啊 或者说boss啊 我也不想去面对这个小 身材比较矮小的 因为他们太灵敏 好 好 再往前走就会出现一波左右来敌人的一个场景 而且来的都是重型兵种 这个场景对于无伤来说难度很大 就在前面 就在这个位置 刚才这个重批怎么没批上呢 可能批的太早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场景的小兵是一波接一波 看到没有 站在板边的话很有可能被刷新出来的敌人偷避 所以打这个游戏啊 有的时候尽量不要站在板边 再马上攻击也是有讲究的 因为马上攻击呢 你不能按的太快是要有节奏的 一下一下 千万不要点的太快啊 点的太快的话 这个 这个连续性是不够连贯的 马上就会来到第四关的BOSS战 第五关啊 第五关啊 第五关不好意思说错了 第五关的BOSS战是一个机械傀儡 体型非常的巨大 手上拿了个大锤子 他一般的这个攻击就是近身会拿腹子 会拿他的锤子砸 然后距离远了他会做一个泰山压顶 其实这个BOSS作为游戏里面 我觉得他是最弱BOSS 现在是不能AB啊 如果能AB的话 这个BOSS有霸体 将当把他打倒的时候 在他起身的瞬间 不停的AB 就可以实现一个 一个AB可以打到他三到四下的伤害 可以说自损自损这个 100损迪两 损迪500的这种效果 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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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機 勇敢 爭取 不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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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码之后 角色的伤害要比 这个布战的伤害要高一些 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 起码了以后 这个伤害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增加强 很明显 大家可以看到 辅男在征战了多年之后 这个头发是越来越少 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 打了很多年仗之后 他的续起了胡子 头发也越来越少 头发没了 光头了 之前在 这个玩 之前跟大家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很多朋友说 为什么 他越来头发越来越少了 其实这个很简单 打仗的时候 是没有那么好的条件的 可以说几个月 甚至半年才能洗到一回澡 甚至没澡洗 虽然留了头发呢 就会增加这个得 就是会生狮子啦 就个人卫生方面 你像剃个光头 早上起来拿这个布一擦 亮增增 同时还能增加威慑力 大家知道一句话吧 原来我们玩游戏有一个梗叫 光头加暴击 光头的情况下会增加一个暴击的BUS 会让你变得更厉害 光头加暴击 虽然看牛逼的一点的人呢 他一般都喜欢留光头 好的 这边来到了第六关的一个难点 这个难点就是大峡谷 看到玩家在前面将即将进入一个峡谷 这个峡谷被誉为死亡峡谷 在这个峡谷战当中 敌人都是从左右两边来 而且是杀一波 刷一波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这个地方会固定的给玩家两个道具 一个红球 一个绿球 玩家要合理的利用这两个球 第一波不能用球啊 如果第一波用球的话就亏了 一定要等敌人出现的数量比较多的时候用球 这波用球杀掉四个忍者 然后再用球杀掉最后一波敌兵 看到没有 刚臭狼窝又进虎穴啊 小呆面对了这个老虎 也是不敢大意躲在墙角瑟瑟发抖 那么这一关真正的难点呢 最大的一个难点呢就是这关的boss 来自 亚洲的神秘武士 大家注意看他的外形 身穿红色盔甲 手拿长剑 他这个感觉非常像 咱们小时候玩过的 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 魔神弹斗士里面的火焰神 利用 像不像 我不止一次给大家 这个是科普过这个角色啊 火焰神利耀在打败了阿拉哥王之后 过上了快乐的小日子啊 每天这个汉堡炸鸡 也不锻炼啊 慢慢慢慢就发胖 可以看到他的体 他的这个身形是要比 这个利耀在魔神弹斗士里面的 这个体型要胖胖一些 但是注意看他这个 包括他这个背景 白色的稻田 在这个稻田里 大家记不记得在这个 魔神弹斗士里面 在每一个动画片的 演到一半的时候 会出现一些序幕 火焰神的盔甲 放在这个稻田里 好好回忆回忆啊 这个不是没有根据的 好的漂亮 小呆完美的 完成了游戏的前六关 那么接下来就是最难的一关 第七关 第七关可以说是全程都是难点啊 他是把之前的关卡的难点 全部集合在里一身 每一个场景的战斗都是要伴随着五六个敌兵 所以说他也不敢贸然前进 一个一个引过来打 如果直接冲上去打的话 可能血本无归 一个一个一个引 还是不敢贸然前进 前面还有伏兵 这波敌兵杀完前面还有伏兵 会有两个会有两个这个 呃 弓箭手 说他是弓箭手也不对啊 打黑牛来了 可以看到小呆面对这个重型兵种的时候 他并不害怕啊 他害怕的是敏捷型的兵种 像这种 这个刺客 穿着布衣的刺客 他是很害怕的 包括这种 身材非常矮小的这个小猴子 他也是非常害怕的 在圆桌骑士里面 我喜欢叫他小乌龟 好的 这个场景虽然说敌人比较多 但是这个场景里面会有这个 三个阵 两个红阵 一个绿阵 这个地方可以完美的过程 接下来这里就会是小乌龟阵啊 这边首先会出现两个 然后是三个 小乌龟的出刀速度很快的 冷不丁就会被他捅一下 上方的这个栅栏里面会有一个红杖 这是游戏里面唯一的一个红杖 也就是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 他可以支持整个团队满血胜一级的一个道具 现在还不是用他的时候 即便玩家没有掉血呢 也会让玩家升一级 同时可以将敌人全部打倒 没有伤害啊 只是把敌人全部打倒而已 他这边那么多环爪 对 不太过 但是 你转发了 不太过 不能滿意 还有一点 不太快 我 这边会有几个自爆的红牛 一打他他会自爆 接下来会这里会遇到一个体型更大的机甲傀儡 这个机甲傀儡是你不打他他不打你 你一打他他就打你 可以看到他手臂上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练球 他的左手手臂会不定时的向地面砸去 他的右手手臂呢如果你打他他就会反击 但是他速度很慢 我们可以砍三下 然后等待他这个手臂落下来之后提前隔挡 一二三隔挡 一多砍一下 他手臂没有归面之前还可以再砍一下 隔挡 这边再忍一波还有这个桶子要掉下来 游戏最高等级是16级 所以说他现在还需要还能再升一级 中刀出早了 可以感觉到小呆打到这里门还是很紧张啊 虽然说技术没的问题 但是打这种无伤的挑战 隔谁都得紧张 哦对了之前有朋友 问我这个格挡是怎么发的 当时我以为他在逗我 其实我想了一想 我觉得很正常 因为大家原来在游戏厅都是瞎玩 后来也就不玩街西了 偶然间刷到了这个童年回忆 是吧 就会觉得很好奇啊 有些招数不会发 这个格挡怎么发 圆桌其实的格挡呢 是这个游戏的一大特色 一大亮点 也是这个游戏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能 这个技能是怎么放的啊 我专门把玩家的这个操作指令 就是模拟摇杆放在了屏幕的下方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指令 来看他在格挡的时候是怎么触发这个技能的啊 按住攻击键的同时 方向键拉后 后和攻击键不要松手 就可以出现格挡的动作 当然这个格挡的动作只能持续 就如果你一直按着攻击键不松手的话 他会持续上1.5秒左右 然后就会放开 在出现这个放开的动作以后 人物就会站在原地呆住 傻愣上0.5秒 所以说大家在格挡的时候啊 你自己估摸着时间啊 预判敌人要打你之前 去做一个格挡动作 千万不要敌人离你还很远 你就提前格挡了 快靠近你或者快揍你的之前 你在格挡 还有一种格挡呢 是一种属于叫被动性格挡 被动性格挡是怎么样触发呢 就是当敌人快打你的瞬间 方向键拉后 人物会做一个被动性格挡 但是这个格挡呢 比较看脸 他的触发几率大概在0点 敌人打到你的0.1秒左右 这个要求比较苛刻啊 一般都是偶然性发出来的 作为主动的去触发这个技能 我不建议啊 不建议大家这样去做 本身他就有很变态的主动格挡技能 所以说被动格挡技能就不要去用了 好的来到了最后一关的boss战啊 这个boss战是有两个阶段 首先是骑马阶段 当他的血量到达一管血的 80%左右啊 boss就会下马啊 其实这个状态下他就是死了啊 由于他身上他的王冠 而这个圣碑可以让他再次复活一次 好这边直接卡在板边啊 用他的小斧子抡 抡 再抡再一刀 漂亮 大家掌声鼓励啊 我们的成都小呆 完成了这次艰难的挑战 辅南近ab无伤 恭喜成都小呆再次完成了一个挑战 感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大家对我们频道的支持 有了大家的支持 我们才能为大家带来更多更精彩的节目 希望大家不要吝啬自己的小手 把赞赞多点一点啊 谢谢各位的支持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